哈囉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我今天來到這個花博公園的新生園區 那這邊有很多玫瑰花 那最近有薯葵 然後呢我還看到了很多香草 來為貴介紹後面這些香草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鼠尾草 它葉子有一點點毛毛的霧狀 然後看起來很像皮革 這是料理用鼠尾草 它有鹹香味 那很適合做一些白醬 或是肉類的料理 相當特別的鼠尾草 那如果你是喜歡料理的朋友 一定有機會遇到它 再來這個就不常見了 這是法國紅花薰衣草 其實法國紅花薰衣草 是我覺得最香的薰衣草 有些薰衣草是帶一點木質香氣 或一點其他的香味 可是這個呢 它這葉子啊 就有很濃郁的香甜味道 我最喜歡這個味道了 除了鼠尾草 法國紅花薰衣草之外 我們放大來看 拉出來你看 這個是柳葉馬鞭草 它是算觀賞型的香草 然後你看這個花很多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在做一個地景 或大型的盆栽的時候啊 它就是比較大的物件 我們來看一下花的特寫 這邊是在新生園區 所以你看有飛機經過的聲音 這邊很多薰衣草 那有薰衣草 那有薰衣草就會有蜜蜂來採蜜 這個是甜薰衣草 那它算是相對比較耐熱的 雜交型的薰衣草 比較適合在台灣栽培 這邊這個是鳳梨鼠尾草 這是有芳香味道的鼠尾草 是開紅色的花 它這一串紅是青棋喔 這一邊的鳳梨鼠尾草 它的花礦更好 你看一串一串紅紅的鳳梨鼠尾草 後面還有很多葉子很大的 還沒有開花 可能不會開花了 那個是水果鼠尾草 這就是水果鼠尾草 那也可以叫蜜桃鼠尾草 因為它有一點點果香 有點像是水蜜桃的香氣 它算是葉子最大的鼠尾草種類了 那摸一摸你在聞的話 哇有那個水蜜桃的味道 這是另外一種鼠尾草 那你看它是觀賞型的 它的花很漂亮 這樣一串 很紅色桃紅色的花 不過現在花不多 這邊看到葉子有黃斑 這個是斑葉艾草 艾草不只有綠綠的喔 也有這種斑葉的品種 蠻漂亮的喔 這邊是要開花囉 有沒有開花的樣子 一串這樣上來 現在接近白色的花 這個是迷迭香 它是匍匐型的匍匐迷迭香 你看它這樣矮矮的種在花園的 這個走道的邊邊 有沒有 這是我比較陌生的香草 它叫做大葉甜香 除了現在是花期 花還很漂亮耶 花好大朵喔 如果大朵呢 你看看 很大朵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葉子 乍看它以為是九層塔對不對 它叫做 另一個俗稱是 叫水胡椒 它可以當作野菜使用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訂閱與分享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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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請按讚